一通蒙恩典的经文是 创世纪41章1至36节 由于时间有限 只念部分经文 创世纪41章1节 到8节过了两年 法老做梦 梦见记站在河边 由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又肥壮 在炉笛中吃草 最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干瘦 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 吃饭了那又美好 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发老觉醒了 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 又肥大又加美 最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又细弱又被东风吹架了 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 发老想了不了十个梦 到了早晨 发老心里不安 就差人照了埃及所有的术师和博士来 发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远解 创世纪四十一章第十四节 法老遂及 差人去照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奸 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 进到法老面前 二十五节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身以疾 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 从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所以法老当前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帐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联起来 积蓄五谷 收藏在各省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手下 做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锁灭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尚事班通过视频现实 之后听高雄罗传道士讲 埋藏的宝石被发现的那一天 亲爱的圣徒们 圣义讲分享了约瑟在监理 伺候埃及王的矩正和善长 靠灵感给他们解梦的故事 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 九正 官复原职 善长被处死了 悦瑟相信神 确信自己的梦必然成为现实 于是求九正帮他一个忙 他说 求你在法老面前提说我 就我出这监牢 他当初被卖作奴仆 又被人冤枉 进监狱的时候 也没有刻意地摆脱困境 他相信一切尽在神的掌控之中 心怀神在他小时候所赐的梦 过好每一天 看到九正照他解梦 官复原职 他觉得这应该是神所赐的机会 不料九正官复原职 官复原职后把约瑟 还有答应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但约瑟没有绝望 没有放弃 没有抱怨 每一次事与愿违 也从来没有心灰意冷 遇到绝境 也没有失去过盼望 对神的爱没有过半点疑惑 每当这时 约瑟会反复地察验自己的心态 诚实行善 他看到他姐的梦变为现实 信心和盼望更加坚固 依然感恩 做好自己的本分 神知道约瑟是一个如此善美的人 照他的旨意拣选了约瑟 又为了立他为埃及宰相 用如火般的眼目看顾保守 那监牢 细致入微地主管了一切 在埃及度过一年 两年 五年 十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 约瑟逐渐被打造为 零肉间合身使用的器皿 经历各种煎熬和不可言喻的冤屈 还全然行善的约瑟 遇到每一场考验都打动了神的心 并且全然通过 他不仅是对神 对人也是这样 所以连那被囚在监狱里的犯人 也都认可约瑟 约瑟还学到了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气候 产业等方面的知识 学得越来越全面 随着约瑟的改变 宰相培训似乎也要结束了 约瑟过了二十岁 快到 快到三十岁了 时候快要到了 神说 时间到了 就在那天 埃及王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是神特许的梦 亲爱的圣徒们 凡事都有定时 要配合这个定时 这非常重要 传道书三章一节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在接下来的传道书三章经文说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八说所栽种的也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神造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神让约瑟在监狱里 多住两年 让他等候那时的到来 到了那时 神在法老身上做工 让他做梦 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 让约瑟给他解梦 这都是神安排的 那天 法老两回做梦 第一回 梦见母牛 第二回梦见麦穗 看主题经文创世纪 四十一章一至七节 过了两年 法老做梦 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 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 又肥壮 在颅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 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 又干瘦 与那七只母牛 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 又干瘦的七只母牛 吃尽了那又美好 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 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肥大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 法老醒了 不了是个梦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不安 四处打听 谁可以为他解梦 过一会儿 他就要照约瑟了 约瑟过来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法老的梦是什么意思 法老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河边是指 试炼考验 这是神所赐的考验 一旦通过了 必然蒙福 圣经上水旁 汽水旁 这些词都跟水有关 水在灵里是指神的道 这些词还有宝义 都是好的 站在河边 意味着虽然遇到试炼 究竟终究是个福 母牛和麦穗都和生产 活动有关联 神通过母牛和麦穗 显明了 丰年和荒年的预兆 大家也知道 又肥壮 又美好的七只母牛和 又饱满 又加美的七个穗子 都指丰收 大丰年 七只 七个是指七年 又软弱 又丑陋 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和 枯搞细弱的七个穗子 是指荒年 也是七只七个 指七年 要来七个大丰年 最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荒年的母牛和穗子 吃尽了那美好的母牛和穗子 是指七年后 必来大荒年 因那以后的饥荒盛大 都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神让法老 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必速速成就 法老不知道自己做 这些梦是什么意思 但能感觉得到 这梦很不一般 于是心烦意乱 忐忑不安 创世纪四十一章八节说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不安 就差人照了埃及所有的 术士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 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原解 法老照了埃及所有的 术士和博士来 把所做的梦 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他原解 那些人连这个梦是从谁来的 都不知道 这个梦 蒙神解释非常容易 但靠人的智慧是 没办法解释的 佩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说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圣徒们 神赐的梦 异象 话语都是属灵的 不可以用属肉的方式随便解释 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 依靠神道 依靠真理 靠圣灵的做工解释 要凭圣灵的感动 准确地传达神的心思意念 这样才能让对方在灵里解渴 感受到圣灵火热的做工 灵里通畅 如果被圣灵感动 蒙神启示那最好不过了 灵里有分辨的人 能够分辨这梦是神赐的 还是撒旦给的 还是自己的意念造成的 如果是神赐的梦 那就祷告神 领悟其属灵含义 如果是塞满给的梦 那就奉主的名击退就好 如果是因为自己胡思乱想做了这个梦 就要警察自己有哪些非真理 如果是没用的梦 那就不要放在心上 有时候做了神赐的梦 不一定马上领悟其中的含义 这是要不住的 为做的梦祷告 等待最好的时间 要这样祷告神 我现在还不知道您的意思 求您到时候让我明白 愿照您的旨意成就 直到那一天 我要不住地祷告 照您的旨意而行 请您带领我 神就会按那个时候为你做工 否则 着急解释 轻率地做出行动 会适得其反 自找麻烦 事与愿违 有的人甚至丢掉信心 太可惜了 受徒们 大家有没有做过什么梦 好像是个属灵的梦 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有的人可能回想起的梦 祷告神 耐心地等待 神次感动 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祈求 但法老不认识神 连自己平时信任的 宫里最专业的术士和博士 都一头雾水之摇头 他该多么绿门 还好他身边有一个人 手上有一把钥匙 可以帮他解开这个难题 他就是法老的终证 他看见法老王那么烦恼 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就在两年前 坐牢的时候 为他解梦的 约瑟 当时正如约瑟 向他所解的话 他在三天之内 官复原职了 之后他都忘了约瑟的存在 都过了两年 这才想起来 他现在怎么又想起来了呢 因为神主管了他 约瑟做好了准备 神的定时也到了 一切恰到好处 我上次也讲了 神是全知全能者 完全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不搅乱公义 照神善良的旨意 让所有事情顺利成章 只要人刻尽职守 做出最大的努力 一旦和神的定时吻合 神会让万事效力 让他百事顺利 所以说万事的定期 定时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但我们无论得不得时 都要尽职尽责 受徒们 旧正不仅想起了约瑟 还想起了两年前 答应约瑟的一件事情 他对法老讲了那件事情 并且推荐约瑟 为他解冒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给法老推荐约瑟的 旧正的智慧 他没有直接提到约瑟的名字 好像在说别的事情 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说他以前和善长一起坐牢 做了梦 后来约瑟给他们解梦 都变为现实了 他如果直接说 直接说有一个希伯来人 名叫约瑟 您把他叫过来 问问他怎么样 他这个人很会解梦 法老本来心烦意乱 烦到火上浇油 我国 术士博士都解释不了我 这个梦 就凭一个希伯来奴才 能解梦 说不定会对他大发雷霆 有的人可能会想 趁法老大发雷霆的时候 好好介绍约瑟不行吗 王都发怒了 还谁敢继续说话呢 只要王下令 可能怜悯都没有了 没必要冒这个险 作证千辈地说 我近日想起我的罪来 免得让法老 法老王产生反感 还跟他分享自己的经验 证明约瑟把梦解得非常准确 他简短的几句话既有条理 又有说 又有说服力 还说到了重点 法老最急 你柴然去照约瑟到他面前 九证说话的智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把约瑟和法老连在一起了 圣徒们 神早已知道九证的为人 性情和智慧 于是拣选使用他 通过他把约瑟带到法老面前 九证的确把约瑟忘了两年 但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即使想到了约瑟 也不会把他推荐给法老 万一约瑟解不出来 或者解释错误 他自己也要负责任 尽管如此 到了时候神主管他 让他想起了约瑟 他冒着风险 兑现了对约瑟的承诺 在神看来 九证的性格和心态 合乎神使用 到了时候 他会受神的主管开口 成就神的旨意 他伺候法老 积累了经验和智慧 知道怎样跟法老讲话 会更有说服力 于是神早在两年前选择他 让他复职 法老的臣仆们 急忙跑到波提发的监狱里 开门呼叫约瑟 法老王下指 叫西伯来 罪犯约瑟 立刻整洁衣冠出来 约瑟剃头 刮脸 换衣上 跟着法老的传仆们 跑到法老面前 他终于有机会 站到法老面前 约瑟明白了 神的定时到了 没有不安 没有害怕 没有着急 很平静地 走到法老面前 离开父亲的怀抱 遭哥哥们抛弃 被迈到埃及 做奴仆的 希伯来少年约瑟 经过漫长的熬练 预备好器皿 终于被拿 他这器皿 终于被拿去使用了 看他会以多么优越的成绩 通过13年宰相培训 这是他的毕业考试 受徒们 创世纪41章15节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强国埃及的王 那极有权势的人 这样问他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会很有压力 觉得害怕 此刻法老特别敏感 一旦惹他生气 或者把梦解得离谱 会当上被处死 但约瑟没有害怕 在创世纪41章16节说 这 解梦 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他勇敢地提到了神 这才是属神的人 将被自己 将一切荣耀归于神 无论世上的全是有多大 都不会怯懦 有的人可能会说 人要有自信 有点骄傲 才能有胆量 神是我们信的人 能得能力的根源 不信神的人 因为不把神 当作自己的父 所以只能靠自己 只能那样说 其实真正的胆量 不是来自骄傲的心 是来自谦卑的心 约瑟能够如此勇敢 也是因为如此 我自己能解梦 他没有这样自傲 倒是谦卑自己 得到了胆量 人不会明白 梦意味着什么 但一切进在 神的旨意当中 只要神启示他 他就可以解梦 有这份信心 就是谦卑的人 我们为主做事 需要这种心态和举止 靠自己的能力 想要在人面前表现自己 愿意被人抬举 这种心态反会 拦住神的做工 神即便赐下恩赐 也会收回 神不再帮忙 灵力自然失去胆量 甚至随心所欲 任意而行 反复说谎 最终依照公义 法则遭到报应 别是不好与神交通的通道 在神面前警察自己 若没有可受责备的 就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血性 从而临到属灵的胆量 最离奇的越是彻底 对神的道也会领悟更深 灵力会更加勇敢 约瑟就是这样 灵力非常勇敢的人 他听到法老的梦 毫不犹豫地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了 他没有靠人的意念 经验和智慧 是蒙神感动起事 当场给法老解的吗 我刚才也讲了 是在预言 先有七年丰年 最后有七年荒年 让全埃及陷入困境 在约瑟生活的那个时代 大多数人以耕种或放牧为生 所以一个国家再富裕 如果没有任何准备 连续面临七年的饥荒 荒年国家只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比起埃及 我们韩国树木河流众多 溪流随处可见 经常下雨 只有几个月的干旱 农民都会紧张 更何况埃及是沙漠气候 七年降不到水多么绝望 不仅是埃及 连生活在禁动的所有生物 都会受害 是个大灾难 如果没有约瑟 法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树木 杜木河 老百姓死亡 整个国家被毁灭 还好法老现在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 如果您是法老 下一步会怎么做 肯定会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如果法老在这种情况下 立即要求博士和官员提出对策 拿出对策 那将花费很多时间 国家平均产量是多少 每年需要多少粮食 要从基本答案开始进行调查 如果是封年收成多少 如果是荒年收成多少 都要预算 根据这些数据要算出 要对付荒年 需要储存多少粮食 有大丰收的时候 大量储存不就好了吗 有人可能会这么想 库存多不见得涉及好事 储存过多会增加成本 而且导致作物腐烂 如果计算有误 库存太多 虽然丰收却没有东西吃 岂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库存少 到了荒年没有东西吃 那将导致国家陷入危机 为了找出合适的数量 各个方面都要计算 例如每个人的饭量 加出的食量 第二年的种子量 要计算的不止一两个 即使根据这些数据做研究 也不好得出结论 即使是防患于未然 也可能会出现变数 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 约瑟不仅解释了法老的梦 还说出具体方案 告诉他应该如何应对这场灾难 创世纪41章33-35节说 遂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占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 聚联起来 积蓄五谷 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手下 还当场拿出了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就是任命 负责人和官员储存 埃及七年丰收的粮食 其五分之一 我们需要储存丰收年的粮食 等花年备用 这谁都可以想到 不过约瑟的方案 并不那么简单笼统 结论之后 他立刻拿出了一个 痛快的方案 还提到了具体数字 数据 根据创世纪的记录 约瑟的这个方案非常奏效 以至于 埃及和整个近东 在七年花年幸存下来 还让法老发大财 约瑟之前都不知道 法老做了什么梦 没有在监狱去计算过 他怎么能这么快就 拿出对策呢 是神给他灵感 叫他征收 五分之一 他就如实地传达了吗 当然 神赐约瑟智慧 主管了他的心 与此同时 约瑟对国物 有着清晰的洞察力 他早在波提法家里 管理大规模家务 具备了出众的食物能力 加上 他在王的间里 了解到了 国物 政治 进一步掌握了 埃及的经济 充分具备了 熟肉的能力 还通过各场考验 准备好了 属灵的器皿 约瑟提出的五分之一 这个数字不是粗略统计的 是经过十三年磨练后的功力 他的功力就在法老和百官等 观众瞩目的 埃及宫廷正中央闪烁发光 圣徒们 当我们推进一件事情 或者为实现目标考试的时候 或者开展事业的时候 要想想约瑟 只有目标 却没有相关知识 没有具备能力 还一味地祷告神 神那确定带领 让我哼通 这将一事无成 当具备相关知识和能力 才会蒙神引导 将那方向发展 有重才有收 这个法则在做神的工作时 一样适用 神为我们指示 具象和方法 我们若没有预备好 就无法领悟 更不能照此而行 所有的器皿也要准备好 让当神为我们指示方向时 才会得到 才会有聪明有智慧 看到方向 看到前方 约瑟准备好了 手柔的器皿 领受灵感 从而当场拿出了具体方案 创世纪41章36节说 所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 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锁灭 法老听到约瑟的方案如此完美 会是什么心情 会很痛快 圣经虽然没有记录 我想约瑟应该说了更具体的方案 他们两个人聊了很多 当国家遇到麻烦事 王寿的压力会特别大 这种压力 普通老百姓是感受不到的 领导人都希望 自己身边的人聪明能干 就在这个时候 约瑟像慧信一样出现 没有人为法老解梦 他却解释了那个梦 还提供了完美的方案 约瑟从手绕角度来看 也很谦卑 诚实有聪明有智慧 还有灵感 法老当场就向中了他 给了他这么大的荣耀 下一讲我会跟大家分享 法老委任 约瑟对付荒年 让他全权负责相关业务 约瑟拥有了仅次于王的权威 约瑟之前是从外地买来的奴仆 又是囚犯 此刻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这是神为约瑟计划的时间 是约瑟经过众多失联后 神赐福的果子 也是默默埋藏在埃及监狱中的宝石 第一次像是全世界露面的日子 讲结论 亲爱的圣徒们 约瑟被卖到埃及后看过保守 约瑟抬举他的就是父神 假设神没有引导约瑟 约瑟的人生会怎样呢 或许他身为父家子弟 放放羊 有时看到哥哥们犯错 就向父亲告状 跟哥哥们闹病 一辈子过这种生活 终身放羊 以此结束此生 然而神照着神的旨意 拣选了约瑟 并决心严厉地操练他 善良的约瑟乖乖接受训练 最终蜕变成一个如宝石般的人 经练一颗原石花费了整整13年 这13年不算长 世界上有很多人年纪轻轻 就投身政坛 30年40年都没有拿到权势 约瑟只花了13年 接管了政治经济等一切国物 成为仅次于国王的统治者 这13年还长吗 当然人只是受造物 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感觉13年很长 重要的是 一个人现在对生活的态度 决定他的未来 会是天然之别 圣经说约瑟百事顺利 说他顺利 不代表他没有遇到过苦难 他每次看到自己 穿着奴袍 趴下来擦地 管家用听不懂的埃及语 对他吆喝 成为管家 以为以后的日子会很好过 不料被人冤枉 指指点点被赶出家门 早上睁开眼睛 只能看到监狱漆黑的天花板 人们说各种诡计 谎言和诽谤的话 看不到善 多么想念父亲雅各的微笑 他讲的关于神的故事 母亲温暖的怀抱 西伯隆古寂静的帐篷屋 自身处境如此冤枉绝望 他却凡是用属灵的眼目仰望 选择了属灵的方法 等待了神的定时 凡是凭信心交托神 尽职尽责 到了时候 神用神的方法抬决了约瑟 让他受到弃重 圣徒们 约瑟是赵神的旨意 蒙神拣选的人 我没法跟他比 我到熬练跟他的熬练比 九牛一毛 我还这么累 我哪好意思跟他比较 有人这么想吗 我送你一句经文 耶利米说二十九章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神不希望我们遇到灾祸 唯愿赐下平安和指望 神熬练一个人 提前告诉他会遇到试探 不是要 不是要他痛苦 不是要吓唬他 不是熬练也能成为完全 那会更好 但如果需要经受熬练 那就顺利通过 迅速恢复 变成更完美的人 这是神的心愿 亲爱的圣徒们 尤其正在通过 熬练的圣徒们 哪怕您现在还不能遵行神道 在神面前犯罪 于是受撒旦的搅扰 或者不是因为自身问题 是神允准的熬练 还是遇到什么事情不顺心 心里受熬练都无所谓 不管遭受什么熬练 都有把它变做自己的 不要恨人 不要恨别人 也不要恨自己 不要后悔自己曾经竭尽全力行善 对方不知道你的努力 也不用委屈 要靠圣灵的能力战胜 现在是什么时代 人们只为自己的家庭 有的人都不顾家庭 支离破碎 各奔东西 现在就是末时 提摩太后说 三章好像看到了这个时代 说你该知道 末时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他爱钱财自夸狂傲 放毒 违背父母 网恩负义 幸福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谗言 不能自愿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勇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言了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末时 这些就是大事所趋 人们因此而受痛苦 此时对照圣经上的真理 直到解剖自己内心 爱人如己 琢磨 怎样才能得到更新变化 感到心痛 不断努力的人 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不管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管能不能加速 我们外民的圣徒们曾经 就属于那另类 说明大家在神面前是很特别的人 神照我们所行 赏赐了我们 其实赐了更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刑察自己 就像神为监狱里的约瑟作故 我们也要寻找 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 要勾起神不断地为我们 伸出友善之手的回忆 记忆 如果记忆模糊 那就要求神让我们想起来 摆脱泥泥般的熬炼的力量 就在那里 让我们一起等候神的定时 知之以恒地 凭信心遵行真理 加拉太书六章主节说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奉主的圣民 祈愿大家收获 善的果子和祝福 思考今天听的内容 一起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